就是把这个,刚刚是这边点两下,跳出这一个 那原来的这个东西呢 当然还有一些调整,比如说这个里面还有什么副标题 这边垂直标题 这边你可以把它点两下,你会发现这边可以再填 这个好像名称就来自于这里,你可以再把它改一下 这个也可以改,水平桌标题 其他部分的话,我想请各位自己再去找一下 功能应该我觉得还算蛮清楚的 而且Google市场表的成熟度其实还蛮高的 那如果说我想要延伸再去了解台中市 或者是那个台北市好了,你可以点两下 比如台北市点两下,你会发现它跳出来台北市的地区 那里面的话就是这700多笔,Ctrl向下 这边好像800多笔,869笔 这边就是台北市所有的那个